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不会购买更多黄金,我甚至还在等950美元一盎司,他说,美股估值过高此外,关于美国股市,罗杰斯还表示,目前的估值过高,尽管股票价格仍有可能在好消息的影响下,继续攀升。 他还补充说,美股下一次熊市,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次,让我们看看美国,信不信有你,这不是世界上唯一下跌的股票市场。 罗杰斯进一步补充说,是的,美国股票市场创下了历史新高,不过,我不想买任何创历史新高的市场,因为看起来它很可能会更高。 此外,如果特朗普在未来一段时间突然搞事,你可能会在美国股市受到打击,特别一提的是,罗杰斯还表示对美国债务的担忧,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即,美国拥有太多的债务。 你也知道,自2008年以来,美国债务就一直飙升,近在美国,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的资产负债表,在十年内就增加了500%,这是闻所未闻的。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疯狂的事情,罗杰斯进一步补充说,新兴市场获是一个投资买入机会,而未来投资者而言, 罗杰斯还表示,未来新兴市场确实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,他打算投资一个新兴市场,金巴布韦,而不是美国股市,我要买金巴布韦,这个国家被一个疯狂的毒,财者毁了40年,未来肯定会有一个新的当权者上台,他可能更坏,他也可能会更好,但他肯定是不同的,所以你应该考虑一下金巴布韦。 他补充说,最后,罗杰斯警告称,在这一切结束之前,黄金可能会变成泡沫,版权说明,本文为以牛财经原创编撰,转载前进获得授权,转载后请注明出处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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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